因為既然他25家的這些國防工業廠商 要跟我們來合作 我認為我們國防部 或我們有關單位 政府當局 應該提出三項要求 第一個在台灣開無人機的航太展 第二項我們幫他們 幫我們建置軍事程度衛星 我們還查最後一步 最後一頂路 我們把它提出來 請他們幫我們完成最後一頂路 第三個 我希望他幫我們賣這個 永鷹號的高校機 共軍的這個順時針 他的目的是為何我們怎麼反制 對 他這次是順時針 因為上次他逆時針 所以他變成有量變質變 他會交互的彈訊運用 那這一次的話是BGK動動 上一次的話是TB動動腰 那換句話他這以後輪流機型輪流來 然後順時針逆時針 他輪流來使用 那下一次也有可能就是BGK動動拐 或者是無針漆 都有這種可能 甚至彩虹的無人機也會過來 他會來 每一個都來驗證 然後來順時針驗證 或逆時針做驗證 以後是雙針驗證 他現在單針驗證 單針驗證完畢之後 雙針驗證 逆時針跟順時針同一天來實施 可能早上一個順時針 晚上下午一個逆時針 可能類似這個樣 雙針驗證 那都要來做 我們認為來做防備 然後他以後也會由遠而近 以後慢慢會定基我們林街區 或者是在進入我們的空域 讓無人機來打擦邊球 因為就跟在金門外島一樣 無人機先過來打擦邊球 看我們會做什麼動作 結果我們做動作作為是相對的比較消極 拿石頭去丟他 那他以後也會在這邊做試探 那這是他第三步種 一步是單針驗證 再來是雙針 逆時針跟順時針 雙針驗證 再來就是進入這個領空線 最後面他會穿越台灣的上空 從俄蘭比或從北部穿越 他可能不會從台灣的中部穿越 派無針八 無針七都有可能 因為無針八是超音速 那無針七的話 有點像美國的全球之音 中國的全球之音版 這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我認為他會做各方面的來這邊做驗證 那我們有必要知道他在單針驗證的 順時針或你時針 他收集到哪些情報 因為這個BGK動動武 他有多功能 他有IR的紅外線 我們叫這個熱像儀 還有包括電子光學相機他都有 而且還可以掛核生孔鏡雷達 他上面也有北斗衛星導航 再加上軍事衛星的傳送資料 他是雙星傳送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們有必要要防範 知道他收到哪些資料 我們的軍事的部署 我們的雷達的頻譜 無線電的通信 還有我們微波的使用 有哪些他都已經真知道了 因為他現在是經常性的來 常態性的過來 這邊做ISR 做情間針這方面的蒐集 還有這些戰場情質的這方面的 我們講到經營 就戰場經營 那我們有必要他知道哪些 然後我們要哪些防範 我們有必要做調整 如果我們常態性被他做掌握了 那我們沒有做調 相應的做調整 那我們將來等我們打仗的話 我們會未戰先殊 因為他已經把我們底細磨清楚 我們對他只有一知半解 那我們被他全然掌握 對我們來講 對戰爭的發展 將來對我們是不利的 他現在做戰戰黨經營 希望能夠達到 不戰而屈人之兵 能夠未戰先勝 所以情報的蒐集 他是相當的積極 我認為情報交流是有 但是關於這一個的 無人機的情報交流有沒有 那我就不清楚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應該在第一時間 我們也掌握跟日本是一樣 只是我們公佈的時間比較晚 我認為我們應該向日本來學習 日本在這方面在第一時間就公告 我們應該就立即公告 即使公告出來讓大家知道 因為明天是日本搶先 我們知道這個 這些讓大家知道的 這些公開的情報 越早公開越棒 因為能夠 實效就是價值 如果在日本後面公告的話 這已經沒有價值了 因為日本已經先出來了 那我們的雷達 比日本還要近 對中共的這些無人機 又是針對台灣 所以是我們優先 與日本知道 但是我們不只要 要稍後再公告 我想我們在作業上面 我認為有必要做調整 讓國人都知道 我們是比日本還厲害 比日本搶先公告 而不要日本公告再先 我們補充再後 變成遺物的先機 那這樣情報的掌握 我們會認為 日本比我們先知道 其實我們先知道 我們只是先知道後公告 但是日本應該是後知道先公告 結果沒想到日本在得分 我們在失分 我認為有必要做調整 我們先知道先公告 因為治理基先 這個價值 新聞的時效 我們如果能夠掌握 也是才會 在輿論戰上面 還有這種新聞 新聞戰的這種 這種心理戰 都有正面的效益 所以我認為 我們趕快要做調整 這個立刻掌握 立刻公告 讓國人知道 然後日本在後 事後公告 這樣我們得分 我們加分 我們應該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想問 它這樣子的道行 我們可以怎麼反制 比如說把它設下來 還是怎麼樣的來反制 我認為以後 我們要建制的無人機 也無人機對無人機 如果我們是有人機對無人機 就是以上勢對下勢 我們會批一本命 因為無人機 它到台灣 總共飛了兩千多公里 那兩千多公里 那麼長的時間 我們多少的 有人機要去應對 要起飛 要到空中去 我們耗油 包括人力上的耗損 都會造成 我們在這一方面 資源的浪費 那我們不起飛也不對 那是我們的空房 我們的責任區 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甚至將來有一天 會飛到我們的領空線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當然要起飛做應對 不應對的話 人家說那你要 你軍隊做什麼 中共的飛機已經 已經臨空了 我們還不再應變 所以我們一定要應變 所以我認為 我們要在無人機上面 尤其是這個騰雲 因為騰雲才有辦法對付它 我們瑞雲相對落後 速度慢 高度也低 導控的距離 也只有100多公里而已 但它的導控的時間 那麼久 然後飛行高度又高 可以飛達到1萬公尺 3萬英尺的高度 那又可以長流空 長滯空 那我們也就騰雲 但騰雲現在還在做驗車階段 還沒有編入作戰序列 編到部隊上再使用 還沒有 所以我認為動作要快 我們的騰雲 既然我們會國防自主 我們有必要快馬加編 我們的系統艦 次系統艦 還有最後的完全作戰評估 我們趕快來做 這樣才對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所買到的 海上衛士MQ-9B 我們希望趕快到位 因為我們已經付了一部分的錢 既然買了4架 越早用越好 因為你再過個兩三年 再拿到這個MQ-9B的時候 中共更新型的無人機都出來了 他可能無針8都廣泛的運用 甚至無針9可能都要出來 他說我們再拿MQ-9B 海上衛士去對它做應對 那我們又變成 以這種變成次代對它的新代 那這樣的話對我們來講也是不利的 我認為有必要 我們的騰雲 跟我們所買的MQ-9B海上衛士 能夠盡早到位 這樣的話能夠對中共來做應對 無人機對無人機是對的 這樣的話才能夠 我們也常留空 然後它高空 我們也高空 我們在旁邊跟它併架 讓它不要再飛進來 我們可以做警告 在並肩做飛行 然後我們也可以 是這個順便訓練 來訓練 他做我們對偵查 我們也對他做偵查 他在收哪些資料 我們也把它看得清 也可以在那邊看 他知道他哪些裝備 可以看得出來 他下面有沒有掛一些相關的這個IR 或者是EO 可以看得出來 那這樣的話我們也知道 他掛的裝備是哪些 那我們也知道他收到哪些資料 那這樣子我們也可以進一步來做證實 來做反情報 來做一些這些必要的情報的這種 這種保障 不要外露 那我們也可以這樣來做 那我們可以跟它併架飛行 我們也不會有人員的這方面的風險 因為我們也有做無人機 所以我們應該快馬加鞭 在這方面也做出應對 教官 我想問MQ-9B 對於台美要情資共享有幫助 因為今天那個魯德中將他有講到說 台灣跟美國應該有這個網路鏈接 就C4ISR的系統要共同來分享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 我們可以跟它共同分享 但是我們也希望美國共同 也跟我們共同分享 美國的RC-135 還有美國的EP-31 它對中共收集了很多的電池頻譜 還有相關的這些情收的這些資料 我認為都非常的寶貴 而且它是廣域情收 我們是個區域情收 就在台海區域 它不是光台海區域 它包含東海 包含黃海 也甚至包含南海 對中共是全盤的做掌握 我們只有做區域的掌握 我們掌握的是小部分 美國掌握的是全部分 那我們有必要跟美國來共同交換 變成我們以小的收穫 去換更大的收穫 我們應該這樣跟美國來經濟的爭取 這樣的話我們會變成本小效高 事半功倍 對我們來講是個有效果的 但是我們能夠分享到 美國跟我們多少 我們要積極的爭取 我們最起碼要爭取才有 不爭取是一點都沒有 爭取的話 或多或少都是多得 都是賺到的 我認為我們有必要跟美國多得 還有美國 還包括U2的 還有阿米體式的這偵察機 也在這邊做 這邊做飛行做勤收 還有P8A的 海神式的反潛偵察機 也在那邊做飛行 它都收到了 它的工具非常的多元 而且還有太空 還有太空情報 它的軍事 人造衛星 在太空做勤收 美國的勤收的管道跟工具 大概是我們國軍的十倍 甚至到一百倍不等 我們更應該跟他做情報交換 我們這樣的話 可以 我們可以以少換多 我們這樣更經濟有效 我們應該這樣子 我們希望能夠充分的 來互相運用 所以跟美國來分享 將情資極大化 然後讓我們軍事能力 能夠增加 對台海的和平穩定 這樣子才能夠有所確保 所以MQ-9B這個確實有 對於台美情報共享有幫助 我認為有 MQ-9B美國在這方面的使用 都已經很成熟了 美國甚至 我們知道它的全球之音 RQ-4 它都已經非常成熟 那MQ-9B它是螺旋槳 但是MQ-4它是噴射 又高度又高 航程又遠 有空時間又長 所以美國在這方面 把中共都充分掌握 我認為在這方面 我們有必要跟美國 多多情資分享 我們MQ-9B是比較自帶 畢竟沒有像全球之音 RQ-4 功能那麼多 載重那麼大 有空那麼久 飛行那麼高 但是它也是 在目前來看 還是一個非常好的 情收的裝備 我們有必要儘快拿到手 因為我們現在的 包含我們的騰雲 騰雲1號跟騰雲2號 2型的這些飛機 都還在做驗證 最後驗證階段 都還沒有成熟 還沒有完完完成 系統穩定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有必要早點拿到手 因為所有人 軍購的這些項目 不管是武器裝備 越早到手越好 因為武器也是 推程出新換代非常的快 我們如果買了 如果偷個3年5年 那都舊了 舊的話還有更有新的 那我們知道 推程出新的科技 這方面的技術 是非常快速的 有必要早點拿到 但對我們颱風防衛作戰 還有國軍在備戰 這一方面的實力 才會強化 那這樣對台海的和平安定 也比較能夠能夠確保 因為只有備戰才能夠止戰 沒有備戰想要去止戰 那是騙人的 你沒有備戰 你沒有實力 那如何去止戰 那別人隨便就是跟發動戰爭 不會摧飛之力 就可以拿下台灣 那他還要去 還在那邊去傷腦筋嗎 他直接出兵就好了 所以我認為備戰也是很重要 備戰以情報為先 沒有情報備戰都是假的 那你衝合備戰 台灣的軍軍 是以威脅為導向的軍軍模式 那你就要掌握敵人對你的威脅有多大 敵人的威脅來源有哪些 別人的兵力規模有多大小有多少 別人的軍事部署又是如何 他的戰術戰法又能經濟到什麼樣的階段 我們都必要都要全盤做了解 我們如果只有一知半解 那就要對中共強大的這種威脅 那這樣的話我們會 以小博大我們就會失算 我們以小博大我們一定要在智慧 在情報 在戰術 在指揮 在這一方面我們一定要所精進 那這個不是靠僥倖 或者靠這種幸運 而是要靠真槍實彈 靠紮紮實實很實在的進入 一步一腳印 這個僥倖不得 我認為這是基本功 如果我們有僥倖的心 想要單單要從美國獲取情報 或者沒有一個經濟心態 來收集對中共這方面的情資 這方面的工具還有方式的加強 那我們所能夠獲得的情報是有限的 這樣的話我們對中共這方面的軍事備戰的實力 也相對的有限 因為情報戰力是未戰之戰 情報戰力決定戰爭勝敗 是非常關鍵的因素 我們有必要在這一方面多於琢磨 多於努力才對 對 這個問題很好 我認為我們要提出需求 因為既然它25家的這些國防工業廠商 要跟我們來合作 我認為我們國防部 或我們有關單位政府當局 應該提出三項要求 第一個在台灣開無人機的航太展 就在台中 台中就是清空機 這個基地是我們台灣最大的基地 漢翔航空公司也在那個地方 而且我們現在有成熟的這個 我們叫做紅雀 也包括瑞源無人機 也包括這個騰雲無人機 騰雲1號跟騰雲2號 也包括了劍翔 反輻射的無人機 我們有這事情 再加上美國來這邊 來這邊展覽 他們都做無人機的 你這些美國的全球之音 RQ-4 美國的MQ-9B MQ-9A都可以來 RQ-1 獵守者也可以來 美國這些無人機 還有包括彈簧刀300 彈簧刀600 鳳凰幽靈的無人機 都到台灣來展示 我們就在台灣開一個 這個無人機的航太展 就在新群岡基地 不是很好嗎 中共有珠海航展 法國有巴黎航展 新加坡有新加坡航展 阿拉伯有杜拜航展 都到都有航展 為什麼台灣不開航展 既然25家台灣 到台灣來取經 就近了 他都來了 他付了機票 他買了住的旅館的錢 我們就請他在這邊 開一個無人機的航太展 在台灣 在新群岡基地 2023 無人機航太展 台中新群岡基地 不是很好嗎 我們可以提出來 這第一項 第二項我們幫他們 就幫我們建置軍事人造衛星 我們的強攻可以打到70公里 那你乘以3就是210 那210的話 就將於可以打到太空 可以發射人造衛星 我們還差最後一步 最後一里路 我們把它提出來 請他們幫我們完成最後一里路 我們希望我們的這個強攻 可以發射人造衛星 用軍用的衛星 因為我們現在所有的 這些無人機以後 都要靠衛星導控 那我們是用商用的頻道 為什麼不用軍用頻道 商用頻道不保險 是泄密的 軍用頻道它可以封包 是有保密這方面的功能 那為什麼我們人造衛星 不請251場上幫我們 剩下最後一里路 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將來可以發射 在九棚發射人造衛星 我們軍用的 以後我們有專屬 我們對所有海上的目標 都可以及時侵傳到 我們的作戰指揮中心 會到我們情報研究中心 這不是很好嗎 我們第二個就要趕快提出來 他既然到我們這邊來取金 我們為什麼不做 第三個我希望他幫我們賣 這個永英號的高校機 我們在30年前就做了IDF了 現在韓國FA舞動黑鷹戰機 外銷到新加坡 到菲律賓 外銷到印尼 外銷到波蘭 外銷到馬來西亞 他比我們還差 我們的起步比他還早 我們IDF已經30多年了 現在永英號做得不錯 一架10億5000萬台幣 也很便宜 我們希望這些25家廠商 在世界上幫我們賣個200架 300架 因為現在模子都開出來 只做66架 那將來做造價一定很便宜 因為已經有模子了 有系統 而且他這個主要的系統建 還有次系統建 是從美國 從洛德新的馬丁公司 還有其他公司獲得的 那我們先讓他幫忙 幫我們賣一架 我們給他5000萬台幣 幫我們賣100架 我們給他50億台幣 那不是很好 幫我們賣200架 我們給他100億台幣 那我們自己每一架 每一架可以賺2億 你賣100架賺200億 我們賣個300架 可以賺600億台幣 這樣子 因為我們知道 你做66架是很貴的 但是你當你做到300架 那是很便宜 每一架的單價相對的便宜 他不願意幫你賣300架 那很簡單 我相信在中東 在南美洲或中南美洲 或者在歐洲的一些國家 有一架高教肌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戰鬥教練機 他可以掛武器 做對地攻擊 又可以超音速 非常好的 他跟IDF很像 IDF都已經30年前 有一架高教肌是非常成熟的 那這樣我們請他幫我們賣 我們那個300架 我們的戰機到現在為止 到台灣70多年 沒有一架戰機是外銷的 那這剛好是不是個突破點 25架都來了 請他幫我們賣友因號高教肌 賣300架 可以啊 美國有這個市場啊 美國有這個資訊啊 美國有這個能力啊 美國有這個通路啊 我們沒有 因為我們邦交國很少 我們沒有邦交國嘛 但是美國有這個邦交國 沒有這個軍事影響力 只要美國點頭 沒有辦不成事的 我們不企圖清單給他嘛 賣一架給他5000萬台幣的利潤 這本來就是應該他得的嘛 他賣我們300架 我們給他150億嘛 這是他應該得到的利潤 這很好的事情啊 我們趕快提出來啊 大家集思廣益 我們不是講的國防自主嗎 量大就是成本低嘛 這經濟規模嘛 這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為什麼不把這三件事提出來呢 我們拜一個無人機的航菜展 在台中CGK 這是很棒的啊 軍事人造衛星 只剩下最後一體六了 請他幫個忙嘛 只是臨門一腳 美國要幫你非常簡單 因為世界上的衛星大國就是美國 那只幫你一腳 對他講不難嘛 我們都能夠打強攻飛彈到70公里 剩餘的速度 彈道線都可以到210公里 這很清楚的嘛 那我們為什麼不積極爭取 我認為我們要大膽 要努力 胡適有講嘛 大膽的假設 小心的求證 我們積極努力嘛 而且我們就努力下去 提出來了 美國他會思考 你不提出來 美國是不會去思考的 誰幫你去思考 幾千思考 思考完畢了 這三個條件給美國訂出來 美國就幫你了 那不是我們就賺大錢 漢強航空是1萬多人的員工 那他的就業率 政府的問題馬上解決 馬上經濟成長 股票大漲 一定的嘛 如果300架呢 300架對全世界的 魏拉拉來講 是個小數目嘛 但是美國的軍火量 佔全世界40% 當然分這一個生意嘛 我們既然有1號高校區做 千萬不要只做66架 你做了366架不是很棒嗎 那成本非常的 競爭力非常的高 那以為我們台灣 國防自主真的踏出第一步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外銷開始外銷戰績 韓國做得到 為什麼我們做不到 我們起步比他好 做得比他早 做得又比他棒 那為什麼我們不做這一步呢 那這一個是 美國自己送上門 25家都來了 幾百個人的團隊 那到這邊來 我們跟他提出來嘛 這三項都是非常好的建議啊 但是我沒有看到有人提出來啊 為什麼不提出來呢 那麼好的事情 對我們國家 對我們中華民國 那麼好的事情 為什麼不做呢 本小孝高 是非常合無經濟 軍事 國防 還有區域安全 甚至國際地位都會有 因為我們一貫賣300架 大家都要靠我們的後勤補寶 跟整個後勤保障 都要我們來幫他做 那整個從軍事外交踏出去 變成政治外交 變成國際外交 是不是國家的門路要打開了嘛 那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我認為非常可惜 趕快做 他們人還在台灣 趕快講 趕快爭取 人走了之後 25家都解散 就離解散 你要去集合怎麼集合 他不會再來台灣了嘛 在台灣來三年五年後了 你要沒有那麼多閒工夫 回去他是為了賺錢嘛 那為什麼不趕快呢 趕快快馬加鞭嘛 但是他們還在 這個菜還熱 咖啡這個茶還熱的時候 趕快我們把這個事情提出來 人走茶樑了嘛 你再提出來 那時候是被公辦嘛 你要這樣來看 所以我認為 我們有必要趕快把這三項 具體的建議 趕快跟美國25家廠商 還有那個美國載湯協會的 那個韓理事長 韓會長 韓伯如韓會長 我趕快跟他講 把這個消息帶給他 他回去會做研究 美國一定會給你答覆的 我認為這三項不困難 辦一個無人機的航太展 還有一個就是 剩下最後一頂路的軍事人造衛星 幫你打上去 我們的福爾摩殺 跟我們的華為 有打上去 但是效果很差 那是氣象的 那個結果解析度也差 話數也不夠 大家知道 我們不要再說太清楚 對不對 但是我們軍事衛星就不一樣 我們自己來打 自己來做 那不是可以了嗎 還有就是用銀號高校機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點子 我希望趕快向美國爭取 美國絕對會幫忙 說不定就是成功了 幫你賣300架 他賺150億 那我們賺900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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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